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啪嘚。 这不是过年了嘛,所以也不免俗套的说几句吉祥话。 在过去的一年之中,承蒙各位的厚爱,让本频道不断成长,遇到了更多的有缘人。 新的一年,定当再接再厉,是要对得起各位衣食父母。 在这里,更要祝不管是喜欢,还是特别喜欢本频道的朋友们,虎年大吉,诸事顺遂, 多看开心的事儿,少让自己生气。 但是老话说的好,成全别人,恶心自己,为了让大家能好好过年, 本频道依旧是兢兢业业的看完了春晚,就为了找一些素材,让大家伙开心开心。 你说人家过年有发红包的传统,有吃美食的习俗,这是犯了什么病非得这么作践自己。 要说啊,这春节联欢晚会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也经历了四十载春秋, 但是哪年都没像今年一样,这么期待听到南望今宵这首歌。 就这春晚岔岛,作为春晚忠实观众的老头老太太们,都忍不住刷起了手机。 咱就先说这个主题,叫新征程上的迎春曲,中国年礼的欢乐颂。 知道的你是过年,不知道的以为又要重拍建党伟业呢。 而整个利益也围绕着拍马屁进行,什么建党百年的功绩,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成功, 和对冬奥会的愿景,你看嘛,跟老百姓基本都没什么关系。 但是你还得有参与感,就这么浮夸的政府工作报告,你鼓掌还得鼓的真切, 哪怕你因为政府政策不能回家过年,在宾馆里花着钱正默默哭泣。 再说节目内容,哈那真是完美展现了中国言论审查之下的文艺圈, 那叫一个欣欣向荣,一首歌翻来覆去就一个词,时代感,三分多钟啊, 你感觉他好像唱了什么,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唱,倒是挺符合瞎折腾的精神。 舞蹈,男女老少都有,一通比划,这镜头远近镜切的让人演运不说,舞台效果基本为零。 再说主持人吧,就算是录播也得讲究点精气神啊,一个个除了谢谢刚才的演员, 让我们收看下一个,就没什么别的词汇了。 不过也难怪,之前词汇多的董卿啊,毕福建啊,不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给查看了, 就是因为爱唱小曲儿给隔职了,还是照稿说好,安全。 最惨的是语言类节目,可以说是灾难现场,社会问题倒是都提了一下, 比如说家庭伦理方面的,什么年轻人不找对象,老人盼着抱孙子,婆媳矛盾。 还有社会方面的,比如说辞职创业,欠钱不还,夫妻因为不停歇的关门运动被迫两地分居,最后关系要断。 但是都只点了一下表面,没人敢深入问题的核心,而不管是什么题材,最后高大权,人间有真情就完事儿。 所以欠债的还钱了,婆媳矛盾和谐了,创业的成功了,夫妻成战友共克时间了。 最牛的是啊,谈纸一挥间,孙子一下都俩月了,也不知道该说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,还是把观众当缺陷呀。 想当年,赵本山曾经有说啊,这个春节晚会存在的意义,就是给观众带去快乐,而不是教育它。 因为人这一辈子,尤其是生在这个国家,那天天都活在被教育里,就这一天你给他们放个假,不行吗? 而郭德纲也说过类似的话,说相上小品给不了你做人的真谛, 但能让你哈哈一笑,在这几分钟里忘记烦恼。 哎,你还别说,这么一看啊,这俩人还真有点共同点,那就是都因为觉悟不够,所以现在不让上春晚了。 提到觉悟这事儿,就不得不说相上界的老前辈姜坤,前段时间节目里咱也提过啊, 中国曲艺协会会长,励志弘扬传统文化。 但是后来让权力和美色眯了眼,天天不是批这个就是逗那个的,搞党派风波,倒是也算传承了中国文化。 而这回春晚,人家去了,那真是做官打太极的好手,真正做到了现实不够,想象力凑, 并且一个稿子讲百家,是骗完东家骗西家。 上来穿着大褂,说这玩意传统,相上演员都穿他,呵,这真是奇了,打江坤从毅就没穿过大褂, 他为此还发过一篇声明,称大褂是相上行业的刻板印象,新中国了,得穿西装打领带, 画上红嘴唇才行。 这倒是方便,需要的时候说自己是继承人,不需要了就打倒牛鬼蛇神,真共产主义啊。 再说节目的名字叫欢乐方言,但是除了开头那几句是配合时代改的, 主体部分是江坤2008年在曲院杂谈上演过的作品。 而最后,关于广东话的桥段,更是可以追溯回1987年,连曲儿都没换, 这真是欺负观众没有记忆力啊。 就这,跟官员发布会念稿子一样的操作,还不是最令人发指的。 最过分的是,他一个号称研究过广东话的人,一个靠说学逗唱吃饭的相声演员, 居然搞不明白粤语发音。 广东话的入声,他编了个入音的学名,还没安对地方。 人家的气音,正常是软恶轻擦音,他说得从肚脐眼使劲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,你可以说的不标准,但是不能把偏音读错了还让改字点, 弄的跟一本正经科普似的,这得误导了多少子弟。 再配合上结尾时那烟酒散和跑了掉缺了气的军港之野。 就这出色的表现,别说会说广东话的听不下去,就连不会的也都纷纷表示, 看这相声能笑出来的,估计只有郭德纲一个人了。 原来老郭说的,全靠同行衬托,是成不过期啊。 他这节目没看过的朋友,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,也顺便对照一下本频道说的是不是公平客观。 本来以为昨晚的节目就已经达到了尴尬的顶峰,没想到啊,还是太年轻。 今天又吃饱了撑的,看了中国足球,1比3输给了越南。 体育报道是这么说的,中国再一次失去了夺冠的可能,我的天呐, 没看到观众席上都有人喊国粹,让你们退钱了嘛,还接着忽悠。 这两天的冲击下来,虎虎声微倒是没看出来,不过虎年糊里糊涂的标准应该是定了。 古人有言啊,叫一将无能,累死千军。 八十年代的春晚告诉百姓,普通人有快乐的权利,而今年的春节晚会则说明,这个权利也要被夺走。 这网啊是越收越紧,以后文艺圈就真没三俗,只剩道貌岸然了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白了个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